立方委员吕玉玲 为获得国民党提名 桃云师长后展开感恩之旅 这次特别参加陆军官军学校 校友会黄埔建军 98周年的庆祝大会 吕玉玲当选立委后 为军公教争取各项福利 因此受到拥戴 但最后未能获得提名 也让军官将士们感到气愤 要主席朱立伦说清楚 吕玉玲委员 对我们军系是有恩的 首先在年轻改革的时候 对我们的帮助跟支持 那第二个在 这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夫妻联盟 动员了各个校友会到桃园 跟邱毅盛议长 在2月15号 在国境运动馆举行参会 朱主席也到场 当时决定 我们要支持李玉玲委员 当时李玉玲委员到 后来突然 类似比换柱还粗暴的 提了一个张院长出来 李玉玲委员对我们军人 退伍军人非常爱护 上次八百壮事 我是指挥官 在立法院抗争的时候 每次李玉玲委员都出来支持我们 所以他这次 我们陆军官校98周年校庆 他为了感谢我们 来举办这个感恩参会 我不反对主席的专断跟独裁 但是当你向我们做了承诺 打印这件事情 你要改变的时候 你一定要尊重所有的当事人 跟大家充分的沟通 讲清楚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变 那么你对李玉玲委员怎么交代 你对当初我们所有跟你一起吃饭 打印支持的人怎么交代 我今天要的是这个交代 当初李玉玲在宣布参选市长时 也获得军方的支持 陆续为他成立后援会 没想到最后为获得提名 但他认为还是最美好的一仗 在宣布参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一起的努力 一起的打拼 也为我成立了这个后援会 因为我们曾经努力过 但是没有受到中央关爱的看到我 所以我们大家对这个美好意义 这一仗认为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我们无愧于心 吕玉玲也马不停替地参加各社团 以及礼民活动 亲自感谢大家曾经给的支持和肯定 记者冬雨菲中立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